設計 包裝 上架販售 每一個麵包都是他多年累積的心血 老闆是他 王兆豐 台北和基隆各有家店 堅持用健康食材 沒有添加劑 創新研發是他的經營準則 它也結合一樣基隆的海藻 還有埔里的玫瑰 還有包種茶 然後還有桂花 所以這一款蛋糕現在我們目前 就是宅配生意是最好的 疫情衝擊 以及基隆創始店也在這波疫情中受到影響 店門開放式的設計 讓人和麵包店沒有距離感 但不說您不知道 王兆豐的創業之路走得辛苦 還好政府提供圓夢貸款 讓利息由政府補貼 這一波疫情 因為這一年其實 去年跟今年都遇到兩波疫情 其實對我們這些商家 其實影響都非常的大 那也很感謝市政府 讓我們這一個圓夢計劃 它的利息可以讓我們在 延長一年 讓這一波疫情可以讓我們 舒緩一些我們這些商家 然後店家 然後我們創業其實真的很辛苦 利用50萬貸款來裝修店面 融入基隆在地的特色 堅持健康麵包 漸漸擦亮自己品牌 因為中山橋是基隆一個大的地標 那我希望大家來買麵包之外 尤其是外來客還是以後遊輪觀光客可以知道 我們有一個紀念性的中山橋在我們店裡 所以我們店裡因為這個圓夢計劃 所以我們把它改成開放式的樣子 市政府過去針對20到45歲的青年 他要來基隆創業 那我們有推出青年創業的貸款 那這個也是有做利息補貼 那因應疫情的關係 許多青年的新創業 那也受到疫情的影響 所以我們市政府這邊主動把利息的延展 從24個月延長到36個月 讓青年能夠有更多的時間發展他的事業 度過這關疫情 疫情期間除利息補貼延長之外 政府也提供了100萬元創業融資和5年利息補貼 同時針對中小企業防疫喘息貸款 金額是1億元 市政府這邊有與銀行合作 我們有推出1億元而度的中小企業紓困喘息貸款 那如果說企業的經營上面 他們遇到疫情的衝擊 那需要資金的周轉 都可以來市政府這邊來申請 那公司行號最高的貸款額度可以到500萬元 一般的行號可以到100萬元 那這個申請相當的減變 利息也是比外面的銀行來的低廉 那如果說企業有需要的話 歡迎隨時跟金融市政府產業發展處來聯絡 從金融創業展電到台北 青年創業真的不容易 有政府幫忙加持 讓王兆鋒步步為營 享受豐碩成果 記者黃少民金融報導 蛋黃少民金融 今天 谢谢大家